現在國內大家最關注的話題就是缺蛋 今天一早批發價來到了創下歷史新高 來到了一斤五十五元 那一大早在蛋行就有很多民眾來排隊 七點二十分才開賣 不過最早六點半就有民眾來排 那蛋行也因為數量不足 所以限量一人限購三十顆 蛋行老闆坦言說 其實現在整個批發市場非常的浮動不穩定 我們先帶您聽聽看剛剛的訪問 現場賣我也沒辦法賣普通的白蛋 就只是賣一些特殊蛋 就是白殼紅心 但是那個價格賣出來其實也沒賺什麼錢 就是大家買得到蛋而已 但是貨也不多 你看我整間店也都空了 其實從過年前就已經很嚴重了 只是因為陸陸續續缺口越來越大 所以到現在已經兩三個月 已經缺口越來越大了 所以能夠到什麼時候也不曉得 好 蛋價再創歷史新高 目前雞蛋的產地供應量不足 所以批發價每台金上漲了三元 從五十二元漲到五十五元 老闆說因為蛋不夠 所以每週一三五才會開門營業 常常都是還沒開賣就大排一場龍 六點多就有人來排 而且往往都是九點多就賣完 未來市場合時穩定都很難說 只希望雞蛋可以盡快恢復 以往的穩定供應